说到《春光美》这首歌曲 相信大家第一次听到的是在1986年的春节晚会上 当年香港歌手张德兰 以端庄秀丽而不是活泼的台风 征服了亿万观众的心 她热情洋溢的迷人笑容 以及标志性的小虎牙 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脑海之中 《春光美》的歌词虽然简洁 不谈友情爱情 也不过分励志 情感表达平淡 却能触动人心 仿佛带领我们从严冬 渐渐地步入春暖 让人在寒风彻骨的冬天过后 对春天产生了更多的感念与怀想 然而这首春意盎然的《春光美》 实际上曾是一首歌唱秋天的赏感情歌 她翻唱自台湾歌手李碧华的《再见秋天》 描述了情侣在春天相识 夏天相爱 却在秋天再见离别的淡淡忧赏 1986年的央视春晚 剧组邀请了香港歌手张德兰前来参加 并指定了两首歌 一首是《祝福歌》 另一首就是《再见秋天》 但是这首歌的歌词意境 和春晚的气氛非常的不协调 那么怎么办呢 当时的央视文艺中心主任 昼友开临机一动 不仅将歌词进行了修改 并且把歌名改成了《春光美》 并经过了人美歌田的张德兰这么一唱 立刻火遍全国 这首歌曲承载了我们太多太多的青春记忆 歌曲第一句就是《我们在回忆》 那时正值青春年少的我们 哪里懂得什么回忆 而今经历过了人生百态的我们 再次聆听这首歌的时候 心里会是怎样一种感受呢 其中润寒的不仅是我们的青春记忆 更是我们成长的痕迹 无论岁月如何流转 那些曾经的回忆和情感 都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在回忆 说着那冬天 在冬天的山里 录出春的圣经 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故事 说着那春天 说着那春天 在春天的好时光 留在我们的故事 留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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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慢慢说着过去 ک Some sweet 待会儿怎么说 为风吹动动的寒你 我们年里有春天 有一种神情 这就是春天的美丽